开筛路 可以用到布来擦拭 它里面含有油脂的成分 可以将我们的脾气擦得非常光亮 而且还可以在上面形成保护膜 使我们脾气不会开裂保护脾气的作用 第五润滑荷叶的 我们用久了之后 荷叶很容易充现了生锈 开关门出现各自的响声 就是让我们倒上开筛路 给它涂抹均匀 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 将荷叶处全部涂抹一遍 再来开关门试一下 大家看现在开关门不会有任何声音 还特别的好开关 第三可以润滑裤子拉链 拉链用途是非常卡顿的 特别不好拉 我们就需要挤上开筛路 拉链不好拉 就需要挤上开筛路 给它涂抹均匀 它里面油脂就可以渗透进去 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再来试一下它就非常润滑 以后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 第四个用途滋润皮肤 秋冬天非常干燥 皮肤非常的起皮 我们就需要倒上开筛路 开筛路里面的干油层 就可以有效的滋润到皮肤 还可以补水 经常擦一擦来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腻润滑 第五可以润滑药匙 平常我们开关门必备的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很容易生锈 那么这样子开关门都是非常难开的 只剩挤上去的 换了涂抹开 它里面油脂成分就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开关门就非常好用了 以后大家开筛路就可以利用在生活中 特别的使用吧